两名调查官刻意没穿制服背心 走在他们中间穿亮蓝色外套的 就是金阿波罗现任万姓员工 以证人的身份被调查局国安站约谈 事检复讯后请回 还先把外套脱掉换装 金阿波罗公司最后就出货到 面对记者提问案情细节员工只是会挥手 不愿多谈 同样是以证人身份被约谈的 还有数姓前员工 还没三十岁 但学经历丰富 不只是知名国立大学行政管理系 毕业的高材生 英文能力也很优秀 除了在金阿波罗当过业务之外 也在国内一家指标性科技公司 担任过业务工程师 过去也到中国短暂工作 董事长徐清光汉帮BAC 在台办事处租共享办公室的无姓女子 两人之前复讯后都请回 虽然澄清呼叫器是授权商标 给宣阿利BAC公司 约定一台呼叫器卖出金阿波罗 就能分润十五美元 大约是台币四百七十八元 但对方却强调没有生产制造 检调希望透过前后任员工 厘清双方的中间介绍窗口是谁 还有合作细节和出口过程 华氏新闻黄培华林志全台北报道